to the summer of love 又見面了大家,我是翔羽 相信大家都有吃爆米花的經驗吧 爆米花那香甜鬆脆,油而不膩的口感 實在是令人回味無窮啊 所以呢,今天翔羽呢,就要來教大家如何在家裡自製爆米花 而且今天要做的爆米花,不只一種喔 是要做兩種最普遍以及最常見的爆米花 就是普通口味的跟焦糖口味的 叫做caramel 那現在呢,我們馬上就去廚房吧 Let's go 現在呢,我們來到我家的廚房啦 那相信呢,這也是大家第一次進來我家的廚房吧 對,我們家的廚房呢,就是如此的凌亂不堪 對,然後呢,現在呢,我們就要用這邊的這個鍋子 來爆這個爆米花啦 OK,那我們馬上把這個鏡頭切換到鍋子那邊吧 OK,那現在呢,我們已經切換過來啦 那我手上拿的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這個玉米粒 這個玉米粒是專門拿來做這個popcorn的 那現在呢,我們馬上就把它打開 打開啦 那打開之後呢,裡面有一個油性的紙 然後呢,拿剪刀 我們要把它打開 然後呢,你就可以看到 裡面是長這個樣子的 因為我買了這個啊,它是已經有幫你把奶油都已經放好了 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不用放奶油了 所以這可以說是這個爆米花的這個懶人版吧 那現在呢,我們就把它全部放到這個鍋子裡面去吧 OK,那現在呢,我們已經把這個玉米粒呢 全部都放在裡面啦 那如果說大家是直接用這個玉米粒來爆的話呢 一定要放牛油或者是其他的油 這樣子這個爆米花才能夠爆齁 啊,因為我這個買的是懶人版的 所以就可以直接跳過這個步驟啦 那現在呢,我們馬上就開始爆吧 那現在呢,我已經把這個鍋蓋蓋上 並且呢,我已經開了這個中火啦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要等這個玉米旁邊的這些奶油融化啦 因為融化過後,它才會開始爆嘛 那現在呢,我們就等它融化吧 喔,開始爆囉,開始爆囉 哇,開始爆了,開始爆了,開始爆了 哇,這個精彩的瞬間不能錯過啊 哇,看起來好好玩喔 那現在呢,爆米花呢,基本上已經全部都爆完了 那我們來打開我們看看它的味道吧 欸,不過打開之前呢,要記得戴手套 沒錯,這樣才不會傷到自己齁 來,打開 哇,香噴噴的啦 看起來很可口呢 那現在呢,我們就把它裝進一個容器裡面吧 那現在呢,我們就來做這個焦糖吧 那做這個焦糖呢,很簡單 首先呢,你需要一些砂糖 然後拿到砂糖之後呢,把它全部倒進這個平底鍋裡面 然後呢,再開這個中火 然後呢,你就要等它,等到它變成這個濃稠的焦糖為止 OK,那我們現在就馬上讓它變成焦糖吧 那當你看到你的平底鍋上面呢 開始出現這個濃稠的焦糖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開始輕微的搖晃這個平底鍋 讓這些焦糖還有這些砂糖呢 可以這個均勻的受熱 有沒有,像這樣子 你要放這個平底鍋 那等你看呢,差不多均勻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就可以把剛才 爆米花的這個一部分拿出來 然後呢,把它倒進去裡面 哇,這時候再拿這個 這個茄西齁 給它拌一拌,有沒有 讓它全部充分的都有沾到這個焦糖 上菜啦 哇,歷經了一個小時 我終於把這些爆米花都做好 都爆好啦 真的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成就感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就用我們自己做的爆米花 來犒賞自己吧 首先呢,我們要來品嘗的是這個原味的爆米花 原味的爆米花 看起來很白的 白白胖胖的 這個爆米花 果然是完全沒味道呢 沒有啦,其實它其中有帶一點鹹鹹的鹹味 然後呢 它這個軟硬度也是蠻適中的齁 那現在呢,我們就來品嘗焦糖的爆米花吧 那我們要選一塊被焦糖弄得最大塊的爆米花 來吃吃看吧 這個焦糖啊 它是給你一種先苦後乾的感覺 你一吃下去的時候是苦的 那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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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變成這個甜的 所以我感覺這個焦糖 欸,不錯吃耶 哇,我做得不錯耶 太棒了 它這個焦糖呢 其實它感覺上軟硬度也很適中 沒有說到就像是液體這樣 也沒有說像是固體這樣 難道是氣體嗎 不是啊 然後呢,這個爆米花的感覺呢 因為它受這個焦糖的影響嘛 所以呢,這個爆米花呢 就比普通的爆米花還要硬一點 不過雖然是硬了一點啦 不過還是覺得蠻脆的,蠻好吃的 OK,那以上呢就是自製爆米花的影片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按個讚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祝大家可以在我的IG還有FB粉專 去幫我個讚 OK,好,我是任祥韻 下次再會囉 掰掰